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前财政部长敦达英的家族所拥有的イルハム大厦 昨晚传出遭到反弹会查封 作为马哈迪的亲密战友 又是马哈迪认向时候的财政部长 敦达英被查的消息传出之后 立刻引起一些人的诸多联想 安华认向的反弹会这次是不是出大招 翻查国政时代高官的开始呢 反弹会的这把火又会烧到怎样的程度 会不会开始雷声大最后却是余点小呢 根据新加坡媒体亚洲新闻台的报道 有位敦达英拒绝向反弹会申报他和家族成员的资产 反弹会才会采取行动 查封位于吉伦坡市中心的イルハム大厦 报道中还提到 反弹会曾要求敦达英提供财产细节 但却遭到拒绝 敦达英还反过来询问反弹会 要求他申报资产的原因 要求反弹会说明 他到底是犯了哪些罪行而被调查等等 根据了解 反弹会早在今年五月已经有所行动 开案调查 国内好几位涉嫌挪用23亿令吉公帑 拥有单私利头衔的商人 其中包括一名资深部长 这座案件所涉及的23亿令吉公帑 跟26年前 马尤乃德UEM集团在1997年收购 玲珑公司的股票交易案有关 目前反弹会已经冻结了192个和案件相关的银行户头 而现在反弹会的调查方向似乎已经瞄准了敦达英 前财长敦达英向来是前首相敦马的亲密战友 如今又卷入反弹会的调查 让人难免联想到 这是不是对国阵时代政治人物翻查旧账的一个开端呢 这火头又会延烧到哪里 会不会有更多当年轰风唤雨的大人物被翻旧账呢 对此首相安华今天面对记者提问时强调说 这一次的调查足以证明我国的执法体系 绝不包庇任何涉贪者 无论对方的地位高低 安华也否认存在政治打压政敌的阴谋论 并促请各界不要乱做猜测 现阶段就先把案件交给反弹会去调查 由前财政部长敦达英家族所持有的Elham大厦 昨天传出遭到反弹会查封的消息后 让这座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60层楼高大厦 今早成为媒体助手的焦点 不过大厦的运作一切如常 建筑物的周围没有贴上查封通知 也没有拉上封锁线 在该大厦工作的员工依旧能自由进出 如常上班并没有遭到阻拦 对于反弹会向前财长敦达英展开调查这件事 首相安华今天在结束了周五祈祷后 向记者表明反弹会只是在执行他们的职责 大鱼小鱼都不放过 调查工作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同时安华也促请外界不要过度猜测 调查的部分就交给反弹会 并重申当局对大人物展开调查 并不代表另有内情存在阴谋论 探索的判锁线 警方的在执行中 需要执行中 然后不要做了 每次我们会被拒绝拒绝拒绝 有什么疑惑 如果小伙伴和幼儿 我们不在拒绝拒绝拒绝 有什么组的 我们并没有一个组织的组织 我们不在拒绝拒绝拒绝 我们必须提供 例如指引 准备拒绝拒绝 有什么组织的 是否真正或是否 保持织的组织 然后再过去 如果你认识你 继续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